他前兩場比賽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轉播畫面 因為中華隊 台灣人出賽我們都會看 結果看到他的教練席是空的 主導還沒在街上人 通常人家選手不是都有教練會這邊 旁邊知道什麼的嗎 結果莊智淵很特別 他在比賽的時候 教練席竟然是空的 網友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為什麼變成 所以就開始說 為什麼是孤獨的莊智淵 後來莊智淵自己出來解釋 就是說原來這件事情 背後有講的洋蔥 原來這個教練席 他其實想留給他的媽媽 李貴梅女士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媽媽是他從小的啟蒙教練 他媽媽以前是桌球國手 所以之前就比較栽培 所以莊智淵參加過五屆奧運這個元老 他其實最感戀的就是她的媽媽 那事實上2012年的倫敦奧運 其實他的媽媽是教練 是真的有跟誰團去當他的教練 但到2016年的時候 是他的哥哥有跟著去水團當他的教練 可是今天就很特別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新聞畫面有提到 其实他的媽媽 其實莊智淵在2019年曾經發一個文 他說他不想參加2020年的東京奧運 就為什麼呢 後來準備採訪 媽媽就有講 就說其實媽媽沒有講得很多 但是我以為人講說 主要就是教練的問題 這個人才奇怪 奇怪 我是選手 我是出賽的國手 那教練 我竟然沒有辦法自己選 要由協會來幫我指派教練 你知道因為教練得 如果選手得獎的話 教練是有獎金的 問題是栽培我的 一路教育我的 是我的教練 這個我不能跟我的教練 要由你們協會來幫我挑教練 這裡面就出現一個很大的 那個你知道問題嗎 所以你看 所以這一次莊智淵就選擇說 好 既然你要 不讓我的媽媽當教練 不讓我的哥哥當教練 你要選擇一個你們的 那我敢賣 因為這個人從頭到頭 沒有指導過我 結果如果我得獎 他還可以分獎金 跟你講有這種事情 最扯的是什麼 我有還發現一件事情 就從這個新聞以後 大家開始去追莊智淵 就發現說 我要找他的賽程 看不到他的賽程 原來他的賽程 沒有出現在中華奧位的名單上 就不知道是科業忽略 還是怎麼樣 就很有趣 他是我們的國手 就他的賽程 竟然沒有出現在 中華奧位的官網上 為什麼 所以你就知道 從這些故事裡面 點點滴滴 我覺得選手有時候 是站在一個 因為他們在前線拼近 他不想去扯到 這些背後的事情 可是所有的跡象 總統顯示 很顯然的 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勢力 不希望莊智淵 好像過度的出風頭 那我們選手 在前面為我們的國家爭光 結果背後這些人 理論上 你應該是支持我們的選手 結果你在那邊躺後腿 所以你這樣 屁股的網友 現在每天都在看這個 每天都在抓這個 喔喔喔 這個教練的部分 就剛才義中講的 那個名字換掉就變成了 那一般你沒辦法去抵抗 因為你要代表出賽 那他叫你把指導教練 讓孫宏義來擠 曾經網球雙打也發生 派誰當教練這個爭議 原因就是那個有分配獎金權 那個是陪他到處徵戰的 那個要真的嘛 那真的的話 我根據這樣獎金分配才有道理 那你現在要硬要 比方說像莊志淵 四十歲了 你硬要他去填別人 他怎麼可能接受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各當項委員會 或者到中華奧會這邊 這個不改的話 選手永遠就是 和我就乖乖聽你的話 曾經在很多比賽 都因為教練的獎金分配 出問題 事後什麼師徒翻臉 什麼都跟這個有關 不過我要講一下莊志淵 我覺得這一次奧運 年輕的我們會看到希望 我是覺得台灣是一個充滿國力 國力很強 年輕有希望的 可是請不要忘了一些 像盧彥勳 舞界了 然後像莊志淵 舞界了 像鄭宜靜 一直在努力 我那天看鄭宜靜拿到銅牌 大家不知道有看到那個畫面那一刻 他去跟他的教練握手說 那個臉 我來聽他爸爸說 他的手已經拉傷了 可是他今天就要打自己的單打 他一輩子 你知道我們在防疫期間不能出國 他到處移地訓練比賽 找教練 找對手 然後很多時間是自己請教練 要自己來貼錢 所以那他的目標就是 我一定要幫國家拿下一面獎牌 所以他拿到銅牌 是我們21年來桌球再次拿到獎牌 但他希望的是自己 他是球後 台灣球後全球排名前面的 可以比賽 可以為國爭光 就見大家全部的乒乓球人看到說 怎麼會怕這樣 後來他那個大肌肉 手上了 他沒辦法殺球 然後哭得嘻哩嘻哩 他爸爸也在家裡討好 這些老球員的付出 像莊志淵 莊志淵 大家看到不捨說你一個人 連個送水送毛巾的人都沒有 那天公布賽程 是那個事情燒起來的 公布賽程 奇怪 莊志淵明明有比賽 怎麼賽程都沒有他 後來那場他打敗什麼人 他打敗的是中國的代表選手 香港人 而且那香港人是最支持 修理反送中的人 人家講藍絲派的 所以香港的民主派 是幫莊志淵加油 可是我們國人並不知道 他打那一場 而且四十歲的高齡 他打贏一個年輕的選手 然後四十歲 為什麼在乒乓球是高齡 需要折返跑 耗損體力就是羽球 網球 桌球 這個體力的 那個瞬間移動 你有形狗不要 你的膝蓋都會受傷 那莊志淵在這場比賽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送水 旁邊沒有教練 留個空位 所以大家不敢 那莊志淵還有個可貴的地方 就是說 他全世界排名最高的時候 是世界排名第三 他把賺到幾千萬的獎金 回到高雄古山區 自己獨立蓋了一棟幾層樓的桌球館 志淵桌球館 開始把錢用在培訓小朋友上面 然後他就是盡量打 他就打到他不行為止 像我剛才聽郭姓淳說 他說 下一次的奧運 我還要再來比賽 也算幾乎都軟腳 就這都不好 這種選手那種奮戰的精神 其實是很有啟發性的